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請在頻道的名稱旁邊點擊訂閱 順便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選擇最上方的全部通知 這樣每次有芯片上傳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謝謝你們的支持 這就是… 那是… 鑽子… 鑽子… 不是… 第四是… 鑽子… 第五是… 第五是… 現在我們要設定了 第五是… 第四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K.O. You win round two. Fight! K.O. You win. Round three. Fight! K.O. You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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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到最後一段時間 See you next time man, and be safe Signing out 這個基本上因為它這一次 我們遇到的Arena Challenge 是有這個腳軌 然後又有這個搖擺軌 那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用了我們這個4.0 那前後都是4.0 那當然這個還是未完成版的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過那個腳軌 跟那個搖擺軌的時候呢 必須是要 最好是能夠有這種像這種厚擺式的這種 讓它去有減震的這個效果 那我上面這邊用的是這個橡膠圈 下面用的是普通的這個 這個鋁合金 這樣是普通的這個 19毫米導輪 然後它可以這樣向後擺 然後它這個在這邊的話呢 其實這一次的Arena Challenge 的心得呢基本上就是如果說 遇到這種 腳軌或者是搖擺軌的話 當你這樣子衝撞次數特別多 尤其是像這種又有腳軌又有搖擺軌的 這種衝撞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車子來講 是滿傷車的 所以就是說比如說像 就算是像我們有這種後擺式的 這種方式 已經去卸掉大部分的力了 但是還是一樣 車子受到的撞擊依然還是很嚴重 那比如說像我這邊 可以給大家看一個很簡單的就是說 比如說像大家看到這邊有個 這邊我有一顆620 然後是去頂住我這個 往後的這個 這個懸臂 然後去讓它不會去碰到我的輪框 但是另外一邊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塊 這個620已經消失了 就是在撞的過程當中 太撞擊太多次了 然後之後就直接鬆掉 然後就不見了 那當然是一直都沒有發現的 那一直到之後我才發現到了 那當然雖然說還是完成了比賽 但是呢相對的來講 我們的John就比較 慘一點 就比較倒楣一點 因為大家如果看到第三輪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速度明顯 就稍微下降了 因為它的那個 因為經過每次經過腳軌 跟在經過搖擺軌的時候 那個衝撞的時候 它的車子收到了很大的衝撞力 然後導致它車子 因為它是用TZX 所以它的那個傳動軸呢 基本上已經是完全受損了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如果說當你是遇到腳軌 或者是搖擺軌的朋友 當你每次不管是你試完車 或者是什麼 之後哪怕可能 估計每一兩輪 你就要稍微去 好好的檢查一下你的車子 不然的話你的車子 會有一些損傷 如果說像我這樣子 可能不小心掉了 因為你衝撞的力道太大 那這樣子的情況底下的話呢 可能會突然間 讓你的車子可能減速或什麼之類 所以確保你每一次都有去 好好的檢查你的車子 是不是哪裡有問題 OK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這次 Arena Challenge的心得吧 OK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在下面幫我點個讚好嗎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